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林如瓶老师 我们要介绍的是无穷等比数列的极限 好,那前面呢 我们有介绍过一个例子 庄子天下篇 它说呢有一个一尺长的杆子 然后每一天取一半 好,那我们假设 一天呢,第一天是一尺 第二天就是二分之一尺 好,一路下去,对不对 这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 所以我们把它数列化之后 A1就是1 好,那我们乘二分之一之后 就得到A2,对不对 好,然后再乘二分之一 就第三天的嘛 好,再乘二分之一 好,那它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 它其实是我们的等比数列 但是因为我们不停地取下去 所以就无穷等比数列 好,那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第N项 其实各位同学前面就有介绍过嘛 A1就会等于A1乘上R的N减一次方 而这个公式就是之前都已经知道了嘛 但是如果这个N 趋近无穷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 好,来 也就是Limit N趋近无穷 AN 好,那我们把AN换成A1乘上R的N减一次方 刚刚套用我们的例子 我们得到 这个A1乘上R的N减一次方 是二分之一的N减一次 好,来 所以Limit N趋近无限大 二分之一的N减一次会等于什么 0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分母会越来越怎样大 而且你想想看 0.5再乘以0.5 再乘以0.5 其实越乘越怎样 越小 那前面几个章节我们也有介绍过 其实越乘越小 分母越来越大 它就会靠近谁 0 好 来 所以呢 同学请注意一下 这个是我们公比 对不对 二分之一 好 当我们的公比 借在0到1之间的时候 它的值会越乘 值就会越怎样 小 对吧 因为分母比较大嘛 分子比较小嘛 增分处越乘会越小 好 所以这等比数列是收敛的 好 那如果我们有个aN这个数列 它是a1乘上r的n-1次方 它是无穷等比数列 好 它的dn项会长这样 对不对 Limit n区性无限大a1乘上r的n-1次方 那 决定者在谁 是不是在这个r 因为只有r才会跟n有关系 对吧 好 来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子 如果aN 它是等负2分之1的n次方 那我们先看看它的链散性 好 第一项是负2分之1 第二项是4分之1 第三项是负8分之1 第四项是16分之1 一路下去 好 所以呢 我们找出它的dn项 a的 dn项 an 它是不是就是负2分之1的n次 同学想想 你觉得它会 靠近谁 还蛮容易的嘛 对不对 因为它其实越成 怎样 越成越小 你会发现我们分母越来越大 但是它虽然有 你看哦 看一下 一负一正 一负一正 可是它是怎样 它是在0的附近这样子跳动 所以它越来越靠近谁 它还是靠近0 OK 同学有看到吗 它其实越成 它只是在0的上下 上下 然后越来越靠近谁 越来越靠近s轴 所以负1小于r小于0 各项子算是跳动 可是它还是会趋近于0 对不对 它是不是还是趋近于0 好 所以这个等比数列是收敛的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个等比数列 an等于3 要看一下它的练三性 来 第一项是3 好 一路下去 其实到底n项还是3 对不对 好 那同学可以想一下 它的公比是多少吗 它的公比是不是1 因为它从头到尾都一样 OK 但是它收敛还发散 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它是 公比是1 然后各项都等于这个定数 所以它其实是收敛的 这个等比数列是收敛的 好 最后还一个对不对 来 我们讨论一下这个 an这个数列 如果是2的n次方 它的练三性是什么 来 第一项是2 大家还记得那个例子吗 就是那个智者要跟国王 要他的那个 他的奖励 然后他就说 我第一个棋盘要放一颗米 第二个棋盘要放两颗米 好 就那个例子 对不对 好 第一项是2 第二项是4 第三项是8 第四项是16 好 那我们到了第n项的时候 就是2的n次方 对不对 它越乘越怎样 其实可想要知道 越乘越大 所以 我们的公比只要超过1 其实越乘越大 所以会乘到哪里去 无穷了 所以它其实是怎样 这个数列其实是发散的 好 来 那接下来 刚才有正二 对不对 其实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负2 好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刚才都一样 第一项是负2 第二项是4 第三项是负8 第四项是16 下去 好 所以第n项是负2的n次方 好 那一样 它这个值呢 R小于负1 它是跳动 对不对 可是呢 请你注意哦 它跟我们那2分之1 有没有一样 没有哦 它是负的一下子很小 一下子很大 所以你看嘛 负8 然后再来16 越来越怎样 越来越大 所以它虽然是跳动 但是它有跟我们2分 负2分之1 就是靠近s轴吗 没有 所以它是这样 这个极限值呢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等比数列是发散的 好 来 最后这个有趣哦 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个等比数列 3乘上负1的n次方 它的链散性 好 我们都把前面四项列出来 它就是负3 3 负3 3 所以它 当第n项的时候 来第n项的时候 到底去哪里了 你看 负3 3 负3 3 在那边跳来跳去 对不对 到底要选谁 到底要选谁 其实不知道 没有办法靠近某一个定数 记得只能一个定数 所以R等于负1的时候 各项的值是在跳动 但它没有办法趋近某一个定数 所以呢 这个极限值也不存在 那不存在 这个数列就怎样 发散 好 那我们归纳一下 我们归纳一下 当AN等于A1R的n-1次方 是一个无穷等比数列 公比是R 所以其实只有谁会决定这个数列是收敛还是发散 跟N有关的那一项嘛 所以是不是就是R 那当我的R落在负1到 来负1小于R小于等于1哦 同学注意哦 R是可以等于1的哦 为什么 因为从头到尾都一样嘛 从头到尾都一样 它是不是就是收敛 好 那么 这个范围以外的 就通通都怎样 发散 所以当R小于等于负1 或R大于1的时候 无穷等比数列就会发散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一题 如果三分之一 三分之S加1的n次方 它是一个收敛的数列 请问S的范围 那这看起来就是什么 等比数列 对不对 所以它的公比是谁 它的公比就是三分之S加1 什么时候会收敛 公比在负1到1之间 那它可以等于1 OK 所以 负1小于三分之S加1 小于等于1 同学范围要记 没有负1 但是有1 好 那我们同乘以3 然后再同减1 所以我们得到 负4小于X 小于等于2 好 这就是它的范围 只要S落在这个范围 这个数列就会收敛 超过就不会 以上就是为各位同学介绍 无穷等比数列的极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